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如何呢 随着节目组开启选手章目 导师阵容其实也是随之曝光于网络 下面我们就来揭晓答案 首先看过去年2021号声音的都知道 台上除了四位正式导师外 还增设了四位导师助教 不如我们下面就来揭晓今年好声音的四位导师助教都有谁吧 第一位是扎西平初 他是2017年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刘欢带出的学员 虽然扎西平初的实力超群 但是近几年过来却严重缺乏曝光率 好在今年终于要抛头露面了 第二位是周深 周深是第三季中国好声音纳英战队的学员 本应该是冠军候选人的他 结果却在中途被纳英淘汰 好在这些年 周深凭借自己意气绝成的实力赢得了大量歌迷 目前已是新生代歌手中的佼佼者 相信凭借周深的人气 今年的好声音也会增添不少热度 第三位是黄霄云 作为网季优秀学员的代表 去年黄霄云就加盟了好声音的导师助教 不曾想 今年又再度留人了 让我们期待她有更精彩的表现吧 第四位是单依纯 相信所有人都和编者一样 对于单依纯 今年加盟好声音导师阵容行列是非常惊讶的 毕竟 作为00后女歌手的单依纯实在是太年轻了 尤其的2020年18岁的单依纯 在好声音凭借一首永不失联的爱一夜爆火 近两年过来更是接连参加多个综艺节目 保持着高曝光 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 今年才20岁的她居然要成为好声音2022的导师了 虽然是助教身份 但毕竟也属于导师阵容行列 说到底也是要教学员唱歌的 不得不说 真是后生可危呀 说完了2022号声音的四位导师助教 下面我们再来揭晓正式的四位大导师 李健 肖敬腾 李荣浩 邓紫棋 纵观四位大导师 除了已经连续加盟过两届的李荣浩缺乏惊喜外 另三位导师可以说是值得期待的 毕竟李健本身就是极受观众 喜爱欢迎的导师 而肖敬腾和邓紫棋作为全新加盟的歌手 自然让人十分期待 总而言之 中国好声音2022这一季的导师阵容是值得让人期待的 导师助教中实力与人气兼备的周深 00后女歌手善依纯 大导师中备受嘉宾喜爱的李健 全新加盟的肖敬腾 邓紫棋都是值得期待的点 接下来只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 等剩下来临后我们就能正式看到中国好声音2022的开播了 希望届时能给我们一场满意的时听盛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久久爱娱乐 敬请关注